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美 各位看見這個遊戲的畫面有沒有覺得非常的熟悉啊 沒有錯,這個就是星際冒險家 這款遊戲呢,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喔 老頭很早以前,大概一年多前吧 有玩這款遊戲 後來玩到了某一集之後就沒有在玩了 好像忘記什麼原因了,是紀錄檔不見吧 忘了電腦重灌,然後紀錄檔消失 然後就沒有在玩了 今天在Steam上面呢,看見他已經正式發售版本 1.0版本 一進來就發現,哇塞,整個環境整個變了 然後呢,剛剛其實有一段那個前導的影片 很可惜沒有放出來給你們 因為我只想說點進來看一下 就沒想到就出現了一個算是 算是就是每一個遊戲剛開進去都一定會有個動畫 然後那個動畫就過去,然後就沒有拍出來給各位看 我看到那個畫面是覺得就哇 短短一年多的時間 算很短嗎?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改很多 他整個畫面變超漂亮的 之前的星際冒險家是在一個 烏煙瘴氣的一個星球裡面 然後我印象中好像是 就感覺蠻死氣沉沉的 但是你們現在看左下角 綠意盎然的大地 衛藍的天空 感覺就好像是地球 就是說他這次做的這些優化跟更新好像 讓這個 顏色跟這個 氛圍啊 就是環境的氛圍啊 變得好像更 栩栩乳生更動人的樣子吧 對啊 那想說,哇既然都這樣變那麼多 我們要不要回來連載一下 對不對 希望這次紀錄檔不要再不見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是沒有雲端儲存的 他那個是直接記錄在電腦裡面 所以說你只要重 重灌 你沒有備份 你的紀錄檔就是不見了 就這麼簡單 好吧,那麼廢話不多說我們重新開始 這算是新的一季的 新技冒險家 那我們就直接從新手開始 開始教程 不是新手開學 我在講什麼東西 我們就直接從新手開始好了 直接跟之前一樣 一如既往的 噴射的火箭 哇 喔 哇,這次還有動畫呢 哇,厲害 哇,以前是沒動畫的 以前是直接就給你降落下來這樣子 總得要一個故事嘛 對不對 遭受到隕石襲擊 掉落了進來 新手教學 整體的優化應該算不錯了吧 經過一年多了這樣子歷練 我覺得至少應該不會像之前要bug那麼多 直接穿土然後掉到地表吧 按住 右鍵開啟相機 恩 哇 我按住啦 按住之後 哦,調整旋轉 然後原來如此 然後呢 哎 注意 注意紅色的標記 哦,看見了 有,我注意 離開私事的 離開私事的 私事的漫遊車 哦 按右鍵是轉畫面 哎,以前也是這樣子嗎 其實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這個遊戲也是一樣有這個氧氣啦 就是 你只要離開一段時間 你這個藍色的線 斷了之後 你就開始沒有氧氣了 然後沒有氧氣之後 會有一個 值 哦,那個數值掉到0 你就死掉了 空白鍵跳躍 跟之前一樣 哦,我已經很久沒有玩舊版本了 所以說我 其實有點 無法 無法分辨舊版 與新版的差別 不過整體上我怎麼覺得 新版本的顏色 整體表現更加鮮豔 然後 肢體動作 以及這個人物 好像稍微修長了不少 以前的人物是很Q版的 那種類似有點 快要偏二頭身 現在已經 腳這麼長 手這麼大了 啊,長大了 哎呦 會窒息 會窒息 哎 啊怎麼辦 我過去會窒息啊 啊,我要怎麼去 實施的漫遊車 批量氧氣罐 啊,算了 我 過去看一下好了 應該是不會死啊 哦,這邊也有 將酸神與漫遊車氧氣 統重新連結 怎麼連結 撿這個 使用光標 光標式選擇 哦 哦 然後呢 哦,他說的連結應該是 那我看一下哦 江酸神與漫遊車 酸神在哪裡啊 放這裡 哦 有了,酸起來了 修復酸神線 我們跟著這個酸神走 就不會沒有氧氣了 很棒 把它撿起來 各種教學 放這裡 哎唷,快沒氧氣,我要死了 讓我點啦 讓我點啦 走太遠了 有了有了有了 差點窒息 好,這個再點這裡 有 連接起來了 丟棄背包 靠近丟棄背包與其進行行動 來,放這裡 按住F 替換氧氣罐 哦 從背包 從丟棄背包收集補給品 這個 工作燈 放進背包裡面 哎,有哦 亮了哦 可以 前往藍色標記處 GoGoGo 我們有備用氧氣嘛 中 這個 我們在背包上面這個藍色的條 就是我們的氧氣值 哦 我們在氧氣消失之前呢 趕緊前往了前面那個目的地 Shift是跑步 哎唷有唷 有跑步有跑步 來了來了 哦,到了到了到了 回收地形工具 按住裝備 按移裝 哦 移除地形 好,跟之前一樣 老樣子 老樣子老樣子 好,這什麼啊 這怎麼挖掘我忘記了 從沉積物中收集化合物來打印酸神 就這個嗎 啊不對 有幾乎應該是這個啦 對啦 欸他以前是菱形呢 怎麼現在變成 圓圈圈 呵呵 變成圓圈圈了呢 用你的背包打印 按Q開啟背包 好,這是我們剛剛收集過來的化合物嘛 點擊 有了,變成氧氣了 逼補逼 逼補逼 有了有了有了 建造一條酸神前往綠色標記 那是我們的飛船 OK,沒問題 不過這個我要想撿喔 這是信標 這怎麼撿不起來啊 奇怪 那我要怎麼建造酸神 啊對 是用這種方式建造喔 想起來了 小型發電小型打印機 建造一條酸神通往前面 奇怪 按T啦 我想起來了 按T可以製造啊 哎,沒錯沒錯 這個我記得好像到後面還是要那個啊 還是需要用到那個叫什麼來著的 製造製造才會有辦法弄出來啊 走到底按T 他自己就擺一個出來了 到了到了到了 收集樹脂 沒問題 收好收滿 哇這個變好多喔 樹脂收集了多少啊 打印罐 這個 這個罐是什麼 為什麼我會有一個罐 這是幹嘛的 可能是拿來裝填氧氣來幹嘛吧 其實有點忘記了 這什麼啊 我還可以解鎖耶 其實那麼酷喔 好,慢慢適應 慢慢適應 為航天機 停機棚建造一個坡道 收集土壤 收集土壤 將土地移除 這是個坡道啊 然後呢 這坡道已經起來了啊 嘿 我記得有一個是 上升啊 按住AUTO啊 Ctrl是整坪啊 哎呀 我想起來了 有喔 有一個坡道 C喔 上來了 有一個 其實很簡單 嘗試發射小型 航天飛機 進入 發射 哎 C跟V有什麼差別 需要推進器 獲得一個 固體燃料推進器 檢查禮目錄中 哪一個 這一個啊 TAP打開 選擇這一個 然後呢 沒辦法獲得啊 關閉了目錄 尋找研究樣本 獲得字節 啊 我們需要 500個字節啊 那個叫字節啊 500個 為什麼叫字節 500個金幣不是很好嗎 反正就是類似像 收集藍圖的那個 碎片的概念啊 好喔 我要去哪收集 這個嗎 放進去 放一下氧氣 我要去哪裡收集 尋找收集 尋找的到才有鬼耶 欸那邊有標記了啦 找的到 欸那邊有標記了 好把這收回來 把這收回來 放回來放回來 多餘的 我看他前面 哎呦這邊有個山洞 就這個 知道怎麼用 按住F掃描 撿到了字節 按住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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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我們這樣子有500個了吧 我要可以製作了 按下去 用你的背包打印機製造一台小型的打印機 好 呃小型打印機需要聚合物 聚合物 這是樹脂 哦聚合物在那邊 有了有了有了 小型打印機出來了 配置打印機 好就放這裡就好啦 好了 然後呢 必須必須要安 檢查打印機的全息影像成分 這需要插電耶 他這個插頭 好 啊這個沒有電啊 難道說這附近有電力 好像沒有 沒辦法插 好在後面啊 一個鋁 然後再一個鞍 才有辦法做 把打印機回收在你的背包裡面 建造一條栓神通往橙色標記處 建造一條栓神通往橙色標記處 哎沒想到這個教學這麽的長耶 好長的教學喔 真的這個教學居然可以這麽久 好不好我們再做一下 我們的批量氧氣罐喔 需要多一點巨額屋 給我更多喔 好太遠了 太遠了 可以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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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是甚麼喔 鞍層墊 鞍層積物 名字有夠難念的 喔可以把他吸掉了 這是鞍啦 把鞍吸光光 然後呢 從層積物中收集紅土來生產鋁 紅土是哪一個啊 這個是鞍 層積物 哪裡啊 喔是那個是不是 欸這邊居然有基地耶 哇我已經沒有那個 我已經沒有那個了 我可以再做嗎 我已經沒有氧氣了 靠北我做錯了 我幹嘛做這個啊白癡喔 我還做兩個 可以回收嗎 哈哈哈哈 完了 我明明要做批量氧氣罐的 尷尬了 隨便 沒關係那邊有聚合物 看我覺得我還是把這個放這裡好了啊 多的那是多的 欸這邊有精煉乳欸 喔有了有了有了 批量氧氣罐 我記得以前的鋁啊 他是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做出來的欸 現在改了啊 有了 居然變成紅土製造了 以前是直接就是要去用那個某一種東西去挖 把他挖出來 現在不一樣了 然後呢 煉爐恢復電力 我要怎麼讓他恢復電力 欸欸欸為什麼轉一圈是怎樣啊 接上去 有有喔 喔有了就變成這樣子接了啊 把紅土練成鋁啊想起來了啦 對啦是要練成的我忘記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忘光光了 放兩個放兩個 練成兩個鋁快點 他自己會練還是我按啊 用你的背包打印機 打一台小型發電機 這個 我要怎麼打這台小型發電機 沒辦法做切換啦 我用背包打造是不是 小型發電機 這個啦 他需要什麼 化合物 這個嗎 有啦有啦有花合物了 帶在身上就有電力 嗶嗶嗶 連接到 煉乳提升工作效率 欸不是這個 欸是嗎是這個嗎啊怎麼怎麼接上去放這裡 然後還需要什麼 不是這個 啊這看起來好像是 有機物 這裡有有機物 喔這個CC變有機物啊有機物可以拿來當電人啊 變了電人啊 來把有機物放上去 轉成電人 會燒更快這樣子 正在製造中 不是放上面不然要放哪裡啊 喔放在上面啊 喔放在上面啊 整個搞錯欸 哈哈 整個搞錯欸 幹笑死人了 我剛剛放那邊完全沒任何反應啦 那就我們可以再多燒一點啦 繼續燒謝謝 然後這樣就有了然後這個燒完了 燒完了我還要再補充 欸放一下啊在那邊 有啦這樣就有動靜了 獲得一個燃料固定推進器 把小型發電機連結到熔爐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好這個放上去安放上去 欸就打一個出來了 柏桃下面有接電 給他接一下電力 接這裡 接這裡 然後呢 喔這邊 製造 喔 了解了解 好正在打印正在打印了 哈哈哈哈 天啊搞那麼糗 啊獲得了一個燃料推進器 放到背包裡面 有沒有固定燃料推進器 我已經獲得啦 還是這邊怎麼還是還是叫我繼續獲得一個 把小型發電機連接到熔爐 喔是這樣子連接啦搞那麼久白癡喔 浪費時間 哈哈哈哈 唉 使用固定燃料推進器回到飛啊飛飛回到天飛機停機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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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包包 點擊 啊裝進去 發射 需要推進去 卸下固體燃料推進器 唉 哪裡 這不是我原本的嗎 按住展開 喔他會這樣展開啊 喔 裝進去 唉完成了 喔還可以這樣打開這樣子 太酷了吧 唉 需要推進器 怎麼還是需要推進器啊 阿說發射火線了 這個要放下面啦 這哪個白痴標記那個都會在上面的 難怪我飛不起來 阿為什麼這不能按 按住阿 按住發射阿 好 終於可以走了 終於 原來是放在下面 嘿 實在是太棒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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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無聲的吶喊已經是有聲音了 抱歉 他根本沒有給你指示說放下面 然後你上面那個藍色輪廓到底是要我指引我去放上面的輪廓呢 還是放下面的輪廓呢 哎沒有他連下面那個底盤的輪廓都沒有出現指示要我放 這個新手教學有超多誤導的成分存在 好不好 不管了總言之呢這個新手教學居然可以花了我半個多小時的時間 那麼呢我也就把它弄成一集好了好不好 就是讓大家稍微就是溫習一下這款遊戲的整個流程 好不好如果呢對之前舊版本有興趣的各位呢 那也可以去我的這個頻道的播放清單稍微檢查一下 啊打心機冒險家應該是找得到啦 忘了之後拍第七集第六集而已就沒拍了吧 好像是這樣子吧 好不好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左下角訂閱右下角小壞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再見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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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s